我是今天的值班医生朱丹 在爱的妇产科 饰演叶子 每个生命都孕育着危险 每个生命也孕育着希望 对于我来说 每个孩子降临 都是在危险当中 裹紧希望 我是妇产科医生 我叫叶子 叶子失去了孩子 她的世界色彩凋零 生息成绩 叶子筑起了一道新墙 封闭自我 任谁都敲不开一道缝隙 我一直听见你在喊 你怎么会找不到我呢 我们呵护孩子成长 孩子已教会我们成长 擅长标记美好 善于删除不快 用孩子的方式 拥抱这个并不温柔的世界 我是叶子 欢迎进入 爱的妇产科 你等着我干嘛 你想打我 你过来 你有本事过来打我 你打 我干什么的 他想打我 给我闭嘴 你在干嘛 在派对啊 这是哪儿 这是病房 谁是你们在这儿喝酒了 等我出去 他想打我 他打我 没事没事 没事吧 王先生 让你太太休息一下 你跟我出来 我出去一下 让你们照顾他 结果你们在这边开派对 可是他喜欢的就是派对 我看他不是忧郁症 他是忧月症 我们今天都帮他检查过了 他要是一切正常 你们可以出院了 别呀 我好不容易轻静一下 他刚才说他好不容易什么 轻静一下 你们是不知道医生 我在家都快跟他弄成神经病了 自打他怀孕开始 天天嚷嚷着要把孩子打掉 这孩子要是没了 我妈就疯了 我妈要是疯了 我可怎么办 八个月 二百四十天呢 我妈熬到今天容易嘛 我妈是恨不得二十四小时盯着他 结果他挨头吃了减肥药 就剩这一个月了 医生 无论如何 你们要帮我把这孩子给保住了 你知道你问题在哪儿吗 哪儿啊 你们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 听听他的想法 一心一意直想要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在他心里孩子比他还重要 听他 听他的这孩子就没了 那你有试着听过一次吗 我也是女人 我明白 女人很多时候 他就是要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至于你听不听不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呀 然后让他来选择 这样的话 他往往还是会听你的意见啊 是吗 再任性的女人 只要他觉得你是爱他的 你是迁就他的 他多半还是会听你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亏欠了他 反而更爱他 你学过心理学啊 我学过呀 大一的时候 所以你最好 注意我提醒你的话啊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他学过心理学 听到的 谢谢姐姐 他啊 就是一疯婆子 自己生不了孩子 怀不了孕 见不得别人怀孕 啊 您好 吴小美 我们帮你做一下台心监测 三十六度吧 妈 小美临产还早 要不我们出院吧 不行 回去怎么弄啊 我请了几天假 在家我陪她 你放心 我不放心 姐姐 你请假陪我 是 我请了一个星期假 我们可以找个 你喜欢的地方玩两天 但是不能太远啊 我现在就出院 吴小美 吴小美 干嘛呀 坐下 快 坐下 先坐我下 坐下 坐下 躺好啊 准备照避照 好 大夫 我说媳妇没事呗 还不确定 等B超结果吧 有临产先照 这跟她喝酒 情绪波动有很大关系 看样子暂时还出不了院 等情况稳定了再说吧 那孩子有危险吗 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问问 你太太有没有危险 那我老婆呢 没事 我只是提醒你 你要先关心她 我懂了 别再伤害叶子了 别再伤害叶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她的问题 叶子什么问题 你回想一下她最近的状况 情绪低落 沉默寡言 焦虑 恐慌 食欲不振 也于这儿 男人不是睡那么暗了 真够让她操心的 自欺啊 我跟你说啊 我总觉得那个叶医生 刚没了宝宝 是个不祥之人啊 什么不祥之人 妈 你别这么迷信行吗 哎呀 这不是妈迷信啊 这是气场问题 你懂吗 要不然 咱们小美怎么会突然就流血了呢 妈 你别瞎说行吗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 你这孩子 你听妈的话呢 谢谢 我要摩托 行了 你少吃点 帮我吃点包子 又少了 妈 这个一个包子 我儿媳妇不能喝冰的 麻烦帮我加热一下 给鸡蛋少放油 蛋黄不要了 就直接给我蛋黄蛋白就可以了 是叫我地儿 谁叫你 少我这么说 叶医生跟头疼 一般复合的几率 可比杨医生大 之前吧 我挺看好杨医生的 可是叶医生这些流产啊 大家都在传是杨医生给弄来的 真的假的 是啊 杨医生是杨群波医生吗 谁啊 你让让我 哎呀 走 换医生去 换医生 问什么换医生 杨医生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是他给做手术术把孩子拿掉的 我可不想让我儿媳妇受危险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的孩子 就是杨医生给你做的手术的时候 拿掉的 不可能 吴小美 正好 他来了 杨医生 你自己说说 叶医生的孩子 是不是你给做手术术拿掉的 你倒是说呀 叶医生呢 叶医生 叶医生 开门 是我 叶医生 你怎么了 来 走 没事吧 来 谁买这些吃的东西啊 我呀 他说他想吃 他这几天都没吃什么 一下子报饮报喝这么多 会怎么受得了 好 我 我有个好心 你吼我干嘛呀 你又不是我主治医生 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 你的主治医生呢 好香 那我主任哪儿去了 我说 你跟 你说两句吗 你跟叶子姐姐什么关系啊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睡觉 你们先不要激动 他那是特殊情况 那可不一定 我都打听清楚了 叶医生肚子里怀的是陶主人的孩子 这杨医生想跟叶医生好 当然容不下他这个孩子了 就趁叶医生昏迷的时候把这孩子拿掉了 妈 你又没看见你瞎说什么呀 我怎么瞎说了 他自己都承认了 反正我是不想让他给我儿媳妇做主治医生的 不管他是不是诚心有意的 孩子是他拿掉的 晦气 这件事情我们会处理好的 就这么处理了 换医生 我无所谓 但你儿媳妇才刚好一点 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到他 只要您离我们远点 我们就烧高香了 我们先走了 我去找叶子谈一谈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怪你 我不怕他怪我 我怕他自己过不了这一关 我先下去了 俊波 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拿掉 你答应过我的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 喂 喂 你看什么呢 你的手 跟我老公大的时候呢 会痛吗 伤口疼了 心就不疼了 你gef恢? 是一个人 你不会怀疑 你就不要再说 究竟是什么人 我会听到你 都不疼了 我看不到你 不须死了 你不疼我 你 你带不疼我 老公的 在家里 你感触了 她说 今 我會有疼 我會疼 我會不會疼 你看 孩子长得真可爱 好像魔鬼和怪鹰啊 胎儿的头部 胎心 脐带 骨骨的长度 都是正常的 真想他快点出声 到时我就可以抱抱他了 放心吧 胎儿很健康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您啊 可以带着您的妻子 先回家休息 等到临产的时候 然后再到我们医院来 回家 还是住医院啊 我不要 还有一个月时间呢 我不要 好好好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啊 走 回家 小梅 来 我去给你办冲键手续 你等会儿 啊 啊 她是吸血鬼 你干什么 我不要吵吓她 她是吸血鬼 你干什么 你别动 子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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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吸血鬼 这是你 黄乱 我不要吵吵 sib Conti 不是 这是宝宝 你别打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别疯了 行不行 你别疯了 行不行 我不要打 疼疼 快 医生不好了 你哪儿来的血啊 小美身上 你快 小美 小美 你不要伤 吸血鬼 我不要伤 别伤 别说什么危险 你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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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别动 走开 别乱动 小美 别动 医生 怎么样 伤口问题不大 可是羊水已经破了 可能会早产的 早产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啊 你都什么什么还闹我 你 你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生气啊你 我不要伤 吸血鬼 我不要伤 我不要伤 大狗妹的我儿媳妇怎么办呀 她要生了 我去通知护士准备戴蚕食 好好好 小美啊 你爬啊 爬啊 我在这里迎接过无数条小生命 可却没有机会 看一眼我自己的宝宝 考主人需要您在这儿签一下子吗 好 谢谢 叶子 你怎么出来了 我送你回去 他招呼好了 三号防二号床 定运附他出血 叶子 这样 你先乖乖地回去 我一会儿去找你 好吧 你赶紧去看看吧 晓阳 你去叶医生的病房 看看他回来没有啊 叶医生 叶 人呢 看见叶医生没 没有 杨医生 杨医生 叶医生不见了 他不在病房里吗 没有 判斗 他不在病房里吗 没有 会儿 Locked 他不在病房里吗 他不在病房里吗 不曾让我看上你一眼 我真的很想抱你一下呢 妈妈来了 别害怕 妈妈会抱着你入睡 在睡梦中 亲吻你的小手 呼吸你的奶香 就这样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要醒来 来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 谢谢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啊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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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啊 谢谢 请消化内科医生到六号手术室 有您的情况 他服用了大几量的安眠药 马上洗胃 杨医生 命运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 这里不需要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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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习惯 每个选择到不来 总是 会靠你你如何看待 原来你总不怀 为什么你这么傻 总是坚定不开 认准我是你的最爱 怕事消失都要尽心安排 下雨又散 总无意外 没有承诺在一起 谁都早已看出来 我的生活 属于你 我不要再这样不明不乱 我不要再这样不明不乱 我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 我爱你爱你 真可怜 都是那个姓杨的 我不要提那个人了 谢谢 陶主任 我想问您一下 我孙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你孙子他是早产儿 所以要等情况稳定之后 我才可以抱回来 陶主任您知道吗 我现在手痒痒的呀 就像把我的大孙子抱在怀里头呢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二媳妇吧 好 师父 请请 请请 我会亲自给你做柔树 你不会有事的 俊波 你给我做 我出孩子 我相信你 血液一直在下降 我们要终止人生了 取出胎儿 如果不买人取出胎儿 终止人生 那叶子 他就有生命危险了 取出胎儿 杨俊波 你告诉我 我的孩子呢 爸爸不要我了 爸爸不要我了 肯定没人 你给我 没有承诺在一起 没有承诺在一起 谁都早已看出 你是真的为叶子好吗 你想说什么 离开不产客 离开人哑 离开叶子 我不要再这样 不明不安 我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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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 不爱你 不该是爱 你转身离开我恍然明白 还是以为想有你的存在 一直都是你我最爱 何时消失都要尽心安排 相遇游散终无意外 没有沉默在一起 谁又早已看待 换个地方可能对大家都好 是因为叶子吗 徐主任 我真的不太适合继续待在人养 叶子的身体已经完全承受不起这个孩子了 就算不是你她也会流产的 你为什么总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呢 她这么信任我我 我自己过不去 你们两个都是我非常看好的医生 但我真没有想到 你们怎么会这么没有理性 承受能力这么差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我是很失望 但是我坚决不会同意你辞职 我真的不能再伤害叶子 我很怕昨天的事再次发生 所以说 医者难自医 我们都了解医学的局限性 却依然很难面对生命的逝去 也许你和叶子 都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缓冲一下自己 所以您同意了 院里有一个对口扶贫的乡镇医院 我跟领导去说一下 派你下去待几个月 你在那儿可以 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怎么做 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哇 真漂亮啊 我们这是拖了叶医生的福 才能住这么漂亮的病房 王紫棋追我的时候都没这么浪漫 有点脸子 我第一次送你花 到今天正好五年了 还记得那天你说什么吗 你说买花不如种花 所以我决定买一套房子 是带院子的那种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很多很多的花了 对了 这是我昨天看的楼盘 怎么样 喜欢吗 都因为你 自从有了脸王子 才再没这么爱我了 你奶奶一件事 又发生了神经吗这是 叶子 你看 这是我们的婚戒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弃的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弃的 你闹够了没 行 好 不要 姜翠嘛 你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了 我们是送孩子来做检查的 刚听儿科的主任说了叶医生的事 到底怎么了 医生嘛 他也不是铁胆 对吧 他这儿您好 套主任 孩子呢 在儿科做检查呢 江翠他一定要上来看看 我已经和德国专家联系过了 他已经为孩子 特别做了一个人造心脏 下个礼拜他会亲自带过来 而且他还会亲自拟定一套手术计划 两个孩子都保住 是有希望的 真的有希望吗 要是这样的话 陶主任 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这段时间啊 你们就配合医院 做好检查和治疗 充分地做好数型准备 其他倒还好 就是有记者一直跟拍我们 我们担心 这个你不用担心 他们啊 就是想做点正面新闻 因为这次医院方啊 投入得挺多的 你们呢 要不要乐说话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吧 医院对我们这么好 怎么能乱说呢 陶主任 陶主任 我刚听说叶医生的事 想去看看他 不用了 他现在需要静养 陶主任 请你一定要转告他 要坚强些 他是个好大夫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他一直陪着我 帮助我 可怎么到了自己的时候 就这么想不开呢 杨医生 拿个空箱子去哪儿啊 跟你一样啊 我要跟你一起下基层 报告我都写好了 一会儿就交给主任 犯不着吧 我听说这次下基层 还有养尔医院 建国医院等 各南民医院的精英 我是去看帅哥的 孟杰 我真的不能再耽误你了 你拒绝过我 可是我也拒绝过你呀 咱们俩早就两亲了 不是吗 我真的是去看帅哥的 不能说你拒绝我了 我这辈子 我就不嫁人了吧 这事我放心上 特别帮你留意行吗 我把帮哥收回去 真的吗 拿着 那好吧 我会留在人家 帮你照顾叶子 你放心地去吧 我会把叶子的情况 随时跟你汇报的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 你得在这次下基层中 给我带回来一个精英帅哥 来补偿我 婆婆 我不想你有负旧感 我希望你能坚强地 走过这一坎 家庭 倩俊波 对 你不无事 你不愿意 我给你开心 你懂我 这坎主 你叫我 应该珍惜对你好的人 这次走了就别回来 照顾了叶子 这个不用你提醒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 好 帮个忙 这里有张名片 这是孙高的电话 他很了解叶子的状况 我带他去治疗吧 我会 如果我的存在 让他这么痛苦的话 那就让他的生活里 再也没有杨俊波 祝你好运 等到哪天 他真的能开心的大笑 我们再问什么 你看 我的大孙子 慢点啊 我终于抱到你了 小镜头 好嘞 这肉嘟嘟的长得真好看 跟你爸爸长得一样 紫棋 紫棋 快来看 你看这大脑门 这高鼻梁 跟你小孩长得多像啊 我就长这样 我的大孙子 来来来来 小美小美 来看看你儿子 多漂亮 哎呀 你赶快拿开 你没看到我这在婚服身材呢吗 妈 又吓着我 又吓着宝贝了 妈 瞧您那样 你看看他 眼睛那么小 哪里跟我长得一样啊 丑死了 是啊 长得不在 一点不像我 你说什么呢 这是不是你儿子 别吵了 别吵了 没生时候吵 生了还吵 好 紫棋啊 咱们扶着宫 这几天白天是我 晚上是你 这孩子早产底子弱 咱们得细心照顾着 这可不行啊 妈 你赶紧请个月嫂 我哪有那时间哪 是啊 哪能打扰你打游戏啊 我这要打游戏吗 我这要放松 你也不想想 我一天能把辛苦为了谁啊 孩子生下来 奶粉尿不月嫂 哪样不花钱 我也想天天在家陪着你 除非天天有钱掉了 那就不要生了 生了就是雷准 你看看 你看看我朋友圈 我的朋友一个个跟我年龄一样大 不是韩国就是泰国 旅游泡巴 逛街样样不差 我呢 一年多了 被你们关在家里 什么都不能干 哪哪哪都不能去 衣服衣服也穿不上 你看我 我现在都跑到什么样子了 现在还多了这么一个小家伙 绑住我的手脚 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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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嚷什么嚷 整个病房都是你们的声音 还让不让别人休息 什么别人啊 不就是怕吵到她吗 叶子 VIP病房现在腾出来了 我们转过去吧 你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进行疗养 乖 听话 我们转过去 你现在需要精神上的治疗 叶子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不转就不转 你别玩游戏了 干嘛呀 拿过来 你忙去 你事不事了 别吵了 别吵了 孩子都给吓哭了 童话你咋评官了 知道吗 你再玩我给你离婚 你怎么这么事啊 陶俊好 嗯 你们啊 这两天多住一点叶子 没事多去病房看看 她要是出了房间 马上告诉我 陶俊 看她那个样子 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作物入魔 其实我觉得她真的应该进精神课 因为我们副展科不是报纸百平对吧 闭嘴 闭嘴 陶主任 你别生气啊 精神课的张医生她来过 叫我跟您聊聊叶医生的病情 您看我是跟您说还是跟虚 叶子就住在这里 哪儿都不去 我会亲自照顾她 直到她忘记这一切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 她一旦有什么情况 马上到处 谁要是跟许主任乱说话 谁要是跟许主任乱说话 我要她好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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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再见了好不好 对 哭不哭啊 什么 哪个饭哪那么久 你为什么哭啊 好臭 你怎么了 你这么 许主任 我 我该怎么办啊 她还尿片了 尿片 尿片 然后呢 妈妈给你换尿片 你是医生 你来 我是医生 不 我不要做医生 我要做妈妈 你帮我换尿布 我就让你当妈妈 妈 乖 乖 乖 不好不哭啊 妈妈来了 妈妈给你换尿片好不好 乖 我们先擦一擦小屁屁好不好 我们先把屁屁擦干净 要从前往后擦 这样呢 细菌才不会进入尿道 是不是 疑疑 舒服了吧 真乖 乖乖 来 再把这个再一手 宝宝好乖啊 对对对 不哭了 好嘞 舒服了吗 下了 下了 好 乖乖的 乖乖 宝宝贵 妈妈爱你 爸爸 我可以这样的 我也想飞 可是飞不起来了 我的翅膀已经折断 杨俊波 我曾经那么信任你 可是偏偏是你 亲手折断了我的翅膀 乖乖 asc与小海 你有事吗 看病先告号 这些药品在这里对放多久了 很久了吧 这些药品不能长时间放在阳光下保晒 否则会变质的 这个老兄 你要是看病呢 就要遵守医院规矩 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医院的规矩是什么 医生最大 看见没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 那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些不能曝晒呢 我说你这人好奇怪 我是爱着你什么了 药品如果不符合保存条件 施了药效 病人吃了会出人命的 医生都不操心 你瞎操什么心啊 你们在医学院的时候 老师没有教你们做医生的第一课是什么吗 关你什么事 实习医生任晓计 你 过来不哭不哭 年轻人 你给老人家让一下胃吗 起来让一下 谢谢 你好 请问您是 你是杨俊波 宋院长 你好你好你好 你来了就好了 小张 过来过来 你带杨医生先去放下行李 然后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 好的 等一下 你看看 我们现在是就诊高峰期 我们这里一个人 真的要顶十个人用 今天这里的病患啊 全部都要看完 宋院长 我的事不急 这样吧 你先帮我把行李放一下 好的 宋院长 你先让我到门诊值班吧 好好好 小赵 你带杨医生去一下妇产科吧 杨医生这边请 好多漂亮衣服都穿不下了 宝宝不哭啊 不哭 来喝奶奶 宝宝不哭啊 小美 你给她喂口奶呗 她不吃奶粉 不喂 就咱们说好不喂了的嘛 瞎说 医生都说了母乳喂养 对妈妈和小孩都好 要喂你喂 反正我不喂 小美 你就给她喂一口呗 你干嘛呀 吴小美 你这做妈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我怎么不负责任啊 当初谁说的 生下来就不用我管的 当初我说不生的妈 生完了怎么着 又都是我的事了 你看看我这肚子 又大又黑又皱 比我妈的肚子都丑 那么多漂亮衣服都穿不下 吃死了 你之前就说不生吧 不生不生 我怎么吃药也打不掉她 滚楼梯也滚不掉她呢 吃药滚楼梯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这孩子在你肚子里那么久 你就没觉得过 她是一条生命吗 你那么爱自己 你就没想过 你也是从你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这孩子都哭成这样了 还想你那些破事 我看你啊 这不是没有母性 是没有人性 你干嘛要骂我呀 我这是抑郁症 百度上说了 我这是 对婴儿没有信心 我对厂后生活不适应 害怕得不到老公的关案吗 我还失眠心烦 失去下降了 我是病人 干嘛要说我呢 你这根本就不是抑郁 这都是你找的借口 你是默示孩子 默示生命 你是爱生命是吗 那你干嘛自杀啊 那你干嘛自杀啊